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乐 要八卦内幕 要社会新闻 要解决问题 刘军耀下午2点 非要不可 好了 酒吧新闻台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非要不可 我是上 Facebook 刘军耀 瘦耀耀 礼拜三 新闻三条线 今天在我现场的是 好久没到我节目里面来的好朋友 台北市议员陈彦博 彦博你好 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干嘛 很久又没有叫我来上节目 就是又要叫我来电档的 奇怪嘞 你怎么都 你都猜得中我的心事 是啊 好厉害你 身上几根毛我还不了解 每一次叫我来电档 特别是选举后叫我来电档 我们节目里面不要讲毛话 跟毛有关的 毛雨露 对对对对 好不好 好 其实来电档是有 是有理由的 是有原因的 是喔 对 因为呢 因为你没有参选嘛 你没有这一次你没有参选 所以你比较客观 对 对没错 那比较客观 那比较客观的是 所以是让你来电档 其实讲电档是很难听啦 嗯 根本就在跑龙套的 跑龙套 跑龙套还是有跑龙套的价嘛 因为什么 这个一毛都不能少啊 诶又讲到毛了 当然 跑龙套是怎样 跑龙套表示是什么地方 他都看过了 诶 对对对对 因为他会 他专注的就是跑龙套 嗯 就是看看整个大环境 嗯 大家在 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主角在干什么 配角在干什么 我通通都有观察到 是不是 所以说请彦博来 今天是有特别的目的的 尤其彦博 本来就是政治记者出身的 所以他观察这些呢 政治的一个态势呢 动向啊 真的是 特别敏锐了 我说第二的话 大概也没有人敢说第一 坦白讲 诶 你怎么有怀孕了吗 怀孕了吗 好啦 废话少说 好 你突出一些象牙 给我们听听看 听众朋友啊 是很敏锐的 嗯 是非常睿智的 对 这个如果这个来宾不好 讲的东西呢 这个哈 这个收听率就往下降 对不对 草包一个 那大家就觉得你不行 好不好 不行 我不是不行 我只是不能而已 好不好 那好 来 你想问什么问题 开放问 好啦 因为你是台北市议员嘛 对 那这次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好像是 我们这次呢 登记参选的 总统候选人的第四组 第四号 真的是 到处辅选 来来来来 你来 你看一下 你来看一下柯文哲好了 对 这个柯文哲最近 尤其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本议会 台北市议会 正在省预算 省得这个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会忽然不见 干什么呢 原来跑去辅选去了 是 然后辅选 我们那时候也在观察说 这个柯文哲的旋风 到底能不能延续到我们这次 总统选举跟立法委员选举呢 是 坦白讲 这一次是让我有点 觉得对柯文哲的崇拜 又减少了许多 蛤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次 魅力不足 他这次浮选的这些候选人 你扣除掉一些政党 扣除掉一些政党的这些候选人 比如说民进党的啦 或是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些政党的候选人呢 你把他扣除掉了以后 他所辅选的对象 几乎都是重见洛马 你可以这样讲 可是还是有 你这样你看 你都看人家的缺点 你看那些洛马的 你看人家有上啊 有上 那你民进党的啊 你去辅选民进党的干什么 民进党的本来就会上啊 那几个本来就会上啊 那时代力量那几个本来就会上啊 对啊 那你要辅选到那种 你这样讲话 不会上啊 让他上的那个才是厉害 什么叫做本来就会上 你这样讲的好像这个 这个选举都已经在你掌握之中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但是就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他辅选的哪些人 就该上的不上 有吗 比如说啊 像黄珊珊啊 台北市的这个 黄珊珊 这个 内湖南港区的黄珊珊 逼节目的 的班兵之 对啊 我也是来电党 电他的党的嘛 对不对 那就蛮可惜的啦 但李燕秀也很优秀 然后这个黄珊珊也很优秀 这两个人PK 大概五五波啦 那选拳 选拳的最后的几波民调呢 都是黄珊珊小赢一点点 是 但是都咬得很紧 就在误差范围内 这是最小说一点点 可是最小说一点点 对啊 对啊 就是柯文哲的关系 蛤 是柯文哲把黄珊拖下水的吗 拖下马的 因为黄珊珊本身是 就是被归类在蓝的这一块 就是泛蓝 泛蓝这一块的 但是清明党的这几年的作风 是有点乖乖的 是朝向绿色那边去 那这个绿色的这边呢 加持 比如说柯文哲这边的加持 原先是希望带来所谓的 他的白色力量 但是他白色力量 其实跟绿色是重叠的比较多 然后再加上黄珊珊的这个色彩呢 你说他绿又不是很绿 说他蓝呢 他又有点 这个最近清明党 清明党最近又跟绿的合作比较多 有人讲四个字啊 什么橘子绿的这样子 在形容他啦 所以就影响到黄珊珊啦 就是说他绿色的选民的这一块的投票 最后没有支持到黄珊珊 最后没有整个加满 兴趣押黄珊珊 就很可惜就输掉了 所以是柯文哲害的 嗯 我觉得这个 他全部删在柯文哲的头上 也不能删在柯文哲害的 但是他其中的因素之一啦 对啦 那所以说柯文哲 是你的意思说 这一次他算是票房独要吗 他算票房独要吗 也不算票房独要 但是就是他的影响性 没有想象的那个时候 选台北市长那么大的 你看有一个观察点啦 你们都知道我们柯市长这个话很多 那这样开话 对对对 问什么事情他就 不管什么样的问题 他连蔡依林的问题 他都可以回答 嗯 没错 可是你没看到这个悬后 这两三天 你有没有听到他讲什么话 没有呢 最近是不是比较安静的意思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没有人问他什么吗 没有人问他问题吗 那有可能啊 有啦有啦 就前两天我听到说 不要在我面前又讲马英九 不 不这问题待会儿我再问你了 那什么又要移送马英九 那什么 我跟你讲啊 这个选后你知道吗 就算输啊 民族更不好 还是少讲话 哦 是因为没有面子 对对对 如果他这一次 胡选的全部上 嗯 哇他声音会更大 哇他声音 这个气势就不对了 他给他选2020年 有可能 总统 有可能 哦真的呢 一个素人从 一个医生变成台北市长 算是 算是台湾奇迹啊 真的真的奇迹 算是台湾奇迹 或者这个 我觉得这是网路改变的 网路改变了 所有的生态 对对对 所以政治生态都已经改变了 对对对 啊所以 柯文哲这一次 你给他的评价 算是怎么样 柯文哲你说 在服选的评价 评价的话 大概给他大概70分 70分 为什么呢 他对每一个 有拜托他的人 几乎 来者不去 来者不去 而且他不是那种 客套话说什么 他只是坐台不站台 其实他真的很努力的 在帮这些人站台 哦 所以他算是 跑龙套第一名啊 也不 也算跑龙套第二名啊 对不对 你这次要被比下去了 如果他说他是 跑龙套第一名的话 我就不敢称第二名了 我跟他有差 因为你知道吗 他真的 你要差在哪里 这个浮选的那个过程 你看哦 有的人就是客套啦 哎呀去啊 站站台啦 然后站站台 讲没什么几句话 然后就离开了 柯文哲几乎都是 全力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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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的这样投入 而且是不管蓝绿哦 你只要有跟他开口 他能做到的 他几乎都做到 其实他不错 你这样子实际做什么 做一个浮选的人 他算是不错 本来就应该这样子 不然你看 选后盯手中 开始在那边自己 槍口队内 开始在讲 谁没有 谁扯后腿 谁没有尽全力 谁没有干嘛 对不对 人家柯文哲你拜多他 他都全力以赴 对啊 这种人其实 坦白讲我自己选举我知道 那种感觉对不对 就是说 请人来这种浮选来站台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两次选举都没有找你的原因 我知道啊 因为我一去的话 你就不会选上啊 我的票都会垮掉 对 没有错 所以你下一次 你要选什么 我一定都不会 不要站台 都不会站台 也不会站台 也不会请你来节目 这样子的话没关系 政治现金有来 我就OK了 好不好 那柯文哲 这一部分 我们先 不过 我还是要补充一点 这个柯文哲的未来的动向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在民进党的中央全面执政的状况之下 他会不会 民进党会不会让柯文哲这个不受控的人 继续在台北市 来对他们来讲说 傻野也好 或是做一个不控制的一个地方首长也好 这次可以观察的指标 也就是说四年后 也不是说四年后 三年后 民进党会不会派人出来 来选台北市长 对 然后也许这个人呢 出来选呢 选不上 但起码可以乱到这个柯文哲的票 趁三年后把柯文哲的司令拔除掉 这个都有点观察 这个我就有点想法 你还认为柯文哲下一届 选台北市长 还会这么高票当选 这要看未来的三年 毕竟他还是第一年 是啊 所以说 你讲这个问题啊 太早了 太早了 因为这个根本还不在 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因为柯文哲到底 有没有那个能力 来治理台北市 我到现在还有个问题 这个眼光要放远一点 我看的 我都是看好几年以后的未来 是 我已经看到十几年的未来 政治的发展 未来的三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关键 这个柯文哲到底是要会变成一个独自的一个所谓的白色力量 还是他整个要靠绿的那边过去 还是绿的要把它铲除掉 哇 这个三年后会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展 没有 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关键点 在于他有没有能力 把台北市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这个要观察 如果他今天 而且这三年来呢 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目标 努力监督的一个方向 你终于把你自己扯进来 那当然啊 所以未来的台北市 未来的台北市跟中华民国的所有的政治的这些 这些东西 本人都会参与到在一起 不是 因为柯文哲如果说 他的旋风 只不过来自于大家一时的激情 希望给他一个素人政治 给他一个机会 让他来给台北市民一个改变 那这个改变呢 如果他没有如我们大家预期的这样 你认为他下一届他还有那么大的一个魅力吗 我觉得未必 我跟你讲 不过你要看啊 看国民党爬得起来爬不起来 如果国民党未来推出来的台北市长的这个人选 不是说很强悍 也没有给大家没有所谓的希望的感觉 我觉得对这个柯文哲来讲 几乎下一届是囊中取物 既然你已经讲到国民党 那你觉得这一次国民党当然被打趴了 打趴了 打趴了之后呢 好 打趴之后 他应该要怎么样再重新站起来 这个你有什么观察 或者是你有听到什么 或者国民党现在已经开始在想 哇 谁要去争党主席了啦 什么什么这样子 国民党的机会会是在哪里啊 这个我还是要跟这个国民党的朋友讲 这个选举输了就是一时的啦 怎么样站起来是最重要的 当初这个阿扁啊 这句话 我先打断一下 选举的输赢是一时的是没有错 可是 为什么会造成这一时的发生 那是长久以来累积的 对不对 所以你这次输到扣户子了以后 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 反而是好事 反而是好事对不对 如果只是输一点点 或是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如果说没有输 那我告诉你 那国民党就完蛋了 记不记得 这个阿扁当初贪腐的时候 国民党 民进党是整个垮掉 打趴 也是民进党的时候打趴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政治评论者 不包括我们两个人 他们那个时候就说 民进党大概二十年大概爬不起来 结果人家八年就起来了 就马上起来 而且起来的气势 是不是跟那个 起来的气势比陈水扁 对掉 比陈水扁的气势都还要好 比陈水扁那时候弄得高 也就是说小燕这次起来的气势 甚至于比马英九那个时候起来 气势还高 还要高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要失望 也不要绝望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看 民进党这个什么都没有的政党 都可以在八年之内八年 马上爬起来 这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也许四年后 国民党又可以爬起来 因为你讲到这个很重要一点 你看这个选民说变就变 没错 我就把票投给别人 不爽不投票 没错 所以说你这个八年 你说马英九说做的不好吗 坦白讲你要说他做的不好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人就是不食人间烟火而已 让人家觉得说看起来 有点不是很高兴 不是很喜欢 但是你翻开他的政绩 也没有差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会输成这么样子 很明显的也就是说 当大家的名义 或是大家的感觉 大家的观感 不是那么的良善的时候 不是那么的友善的时候 他说翻就翻 也许四年就马上就翻了 可是 国民党 我觉得一直以来有一些 乘客 一些包袱 这些包袱到现在 他是一直丢不掉的嘛 就比方说随便讲 就党产 党产 是不是 也不用担心党产的问题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的话 因为民进党会帮他处理 民进党现在全面执政了 他们会想办法帮党处理 立法院又占 除非民进党是有权谋的 党产你就继续留着吧 留到下次选举的时候 我再继续骂 继续让他丢不开的包袱 除非民进党是这么权谋 否则的话 到底说民进党 如果你民进党真的要执政 真的要为台湾的人民好 为让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 是属于公平的 是属于健全的发展 他当然要处理到国民党的党产这一块 所以我问你 藍绿因为小英上来之后 藍绿恶斗会停止吗 恶斗大概已经 坦白长难以免不了的啦 只是程度有别啦 那以目前为止来看 能不能停止 能不能停止真的是大和解 然后呢 让台湾能够放下这些政治恶斗 然后让台湾的经济 民生能够往前走 我是提保留的态度 因为这个蔡英文 虽然在这个政见的发表会 所有的场合上面 讲的都说 大家要谈啊 大家要做 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蔡英文 其实就是 男版的 女版的马英九 对啊 女版的马英九 所以她在全面的执政 这个国会又占这么大 全面的执政 国会的人又占这么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你说她会有那样子的心胸 要坐下来跟在一党谈 我觉得这个是我观察的 那你的意思 台湾的人民还是没有机会了 是不是 也不能说没机会 蓝绿继续恶斗 其实恶斗就是让我们 我跟你讲啦 现在问题就是在 走不出去嘛 现在是 我刚才讲说程度有别嘛 你蓝绿的恶斗 问题是你现在跟谁斗 你跟蓝的谁斗 蓝的对 蓝的因为现在 没有主角了 不是个不成气候 现在没有咖 没有领导人 没有咖可以跟他斗 对啊 你要跟他怎么斗 他现在小英想要斗 也都没有人可以斗 对啊 他现在几乎就是那个天下无敌 对啊 目前为止天下无敌 谁与争锋啊 对啊 你现在国民党你要跟国民党斗 你国民党现在找不出来人 找不出来人可以跟小英斗啊 对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 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 蓝绿 是等于是 不是恶斗了 蓝绿呢 没有实力斗 没有实力斗 没有机会 一面倒 一面倒嘛 对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就看喔 如果小英他可以呢 把台湾的 不管是经济啦 不管是什么 他可以的 大步的往前迈进的话 我告诉你 大家人民会觉得说 哎哟那你 你首先要解决的 跟大陆的这些 服貌货帽这个问题 对 对没错 你之前那么反对 然后又反台商 然后又反中 然后又说什么 到大陆去这个 男的找不到工作 女的够没人 什么的 哇 那你现在执政了呢 这个两岸关系 到底要怎么做 然后服貌货帽 你这问题到底要不要解决 尤其当初在那边 反服貌 反货帽 时代力量的那几个 对不对 你进去了以后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到底是 反对到底呢 还是你有条件要开放 还是要怎么样 我们也都在检验 可是 讲台湾话 你今天如果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国际局势 大家 这个不管是 RCEP 不管是什么 TPP 这些这些 这种国际的这种组织 已经到这种 区域经济到这种 规模的时候呢 我们还 置外于这个区域经济之外 我觉得台湾就一直 一直被边缘化而已啊 那当然 而且没有竞争力啊 然后你看我们的台商 我觉得台商现在很辛苦 我碰到几个台商朋友 真的 很辛苦 大家现在很惨 他们有时候呢 觉得茫茫然 不晓得该怎么办 最后一条 他们就离开台湾 欸 离开台湾 变成他们的深入 台湾就空了 对不对 怎么办呢 进广告 继续听 又广告了 我不进广告 你能来吗 那进广告 今天在我们现场是 台北市议员 陳彦博 彦博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彦博呢 刚刚跟我们分析了柯P 那柯P呢 跑龙套五算第一名 但是呢 你给他七十分 那对于国民党呢 被打趴了 以后蓝绿呢 会变成不斗 因为没有 没有对手 小英没有对手啊 所以蓝绿恶斗呢 会暂时停止 算是暂时停止了 对不对 因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跟他斗 所以蓝绿不斗了 那蓝绿不斗的话呢 欸 那我们就看到 绿里面会是 会不会内斗 超级内斗 已经开始了 蓝绿不斗嘛 那就因为 政治人物 就像那个斗鸡一样 斗鱼一样 因为他不斗 你只会把他一个一个 都用那个像我们买斗鱼有没有 一个小鱼缸 然后就放一只而已 孤立 孤立而已 他们就不斗 但是如果呢 如果你把他放在一起 一缸的时候 一个大缸子的时候 他们就要自己斗了 对 蓝绿呢 以前枪口一次对外 绿的一次对外嘛 所以呢 蓝绿在恶斗 可是现在呢 蓝的趴下了 绿的里面自己 怎么个斗法 未来你怎么看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柯文哲这个市长上台了以后 我们市府算是个小内阁 对 但是这个柯文哲的当初 在这个竞选的时候的那些团队 有些人也就是进来的这个小市府 对 进来的以后呢 就开始展开一连串的恶斗到现在 那不是出事吗 对啊 好你看喔 我们早期最重要的一个体育局的局长 当初是要办四大一 他在接四大运的这个执行长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体育局局长 做没多久就走掉了 啊 好那你看到这一波喔 这一波我们副市长呢 还有这个我们的文化局长也都走掉了 好 然后这个走掉都不是单纯的要走掉 这个都是被斗掉的 都做不下去被斗掉 然后接着就开始有人按插人进来了 我举这个例子也是告诉他 就是说小如像我们的这个 小内阁 小内阁都恶斗成这个样子 哇 那个柯文哲里面的那个恶斗真的是 很好笑 文化局的局长啊 还有副市长这个人选都已经 柯文哲心里面都还没有一个底 都已经 我们的那个声音 有些哪些人选的声音都已经出来 都已经斗成这样 何况是大如 这个中央的政府 而且中央的政府的资源又多 又大 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 国营事业的子公司不算什么吧 不算什么 我告诉你 国营事业的子公司 立委员有时候还会管得到 但是国营事业的孙公司 孙公司更管不到 更管不到 但是钱多事少离家境 而且都是真正在那边领肥猫啦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要不要 很多人一定会想要 好 在大陆到那种行政院的院长 对不对 行政院长你要不要 还有下面所有的所属部会 当然要啊 谁不想要 而且最夸张的是 民进党的人才是 执政的人才是普遍不足的 对 这是大家担心的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就开始会 各方的人马就开始要绞尽 对 像我们的林秦荣副市长 我们台北市的副市长 那个时候一直在传说 他可能会进到小英的内阁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表现都很奇怪 看到小英就趕快跑去贴上去啦 然后在台北市硬要推一些我觉得不合理的东西 哦 也就是大家各方的矫禁都已经在干什么 都已经在做所有的准备卡位 好 那除了行政系统以外 是 立法院系统 到底是柯建民 还是陈明文 对 还是苏嘉全 现在都已经在 对来来当院长 不要小看苏志芬哦 苏志芬这个也是一个民进党这个 长期培养的这个政治人物 对对对 要有女性的这个资格 一个女性的这个身份 没错 在往南走 花妈 对对 然后会不会 会不会来抢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这个 我位置 或是院长的位置 都不一定哦 摆不平的时候是不是会叫一个女性的这个 院长 出一个女性院长的候选 也不一定哦 对好那南部的这些执政的县市 对 花妈 花妈在高雄市也待太久了 对 而且各方面的 陈菊说不定 陈菊有没有可能去接行政院长 而且陈菊呢 过去曾经在地方市府的小内阁 然后自己又当了地方的县市首长 又曾经在这个阿扁 扁朝时代当过中央部会的这个首长 嗯 诶 花妈会不会阻隔 诶 很有希望哦 那主要的是说 这些我刚才讲到这些台面上的这些人物 当然都是有资格去争取这些大位的人 是 政治斗争最厉害的这个状况 不是说这个老大跟大佬之间的之间的斗来都去高来高去 对 重要的是他下面的人 哦 那你看他下面的人 下面的人会不会动 下面的人怎么动 是 为什么我要把我的主子顶上去 对对对对 我才能做到八位 对啊对啊对啊 我把刘俊要顶到行政院长 陈彦博 这个 好歹当个部长 好歹当个部长 好像也不为过吧 对当然了 对小弟的工作人力 跟小弟的形象 跟小弟的各方面条件 我想 舍我其谁 你不用我用谁 可是我说你 重要就在这边嘛 我为了 我为了要做到一个 抢到一个好位置 我就要想办法把我的老大 顶上去 这个斗争才厉害 哦 而且这些人 这些人更多 这些台北市呢 台北市现在在斗争的这些 这些人 这些人的这些小弟们 清一色都是从亲民党 不是 抱歉 清一色都是从民进党出来的 所以目前为止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个 有一 这段的时间 立法院院长 因为2月1号嘛 所以你们都要报到了嘛 马上要选立法院院长 这个就会比较快 那接着520 520这个总统就任了以后 接着又是行政系统的一些斗争 你这样讲 让我呢 有一个画面跳出来 你也要参加嘛 就是当年 苏贞昌跟谢长廷 他们两个人在杀到建谷的 那种血淋淋的画面就出来了 民进党厉害的地方 民进党厉害的就是说 他们底下杀的 他们底下杀的乱七八糟 而且杀的真的 刀刀建谷 对 可是打国民党的时候就很团结 这个是这样 这是典型的就是说 当 这个 我们有共同的 为了 应该是说 为了 为了生存 为了生存 敌人 都可以变战友 因为我们为了生存 但是呢 当为了利益的时候呢 战友都可以变敌人 是不是 对 他们现在其实这个情况 以前呢 以前蓝绿在恶斗的时候 枪口要一次对外的时候 那是为了生存 所以 他们 里面的敌人 就算了 我们就变战友 一起打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突出这么好的箱压出来 开玩笑啊 就是因为你不在 你不在才不会把我水平推下去 一天到晚在那边 不是 我把你发你来 我发你来的时候呢 我的水平就被打下去 就是来电档 但是收听率高就好 好不好 所以说 现在呢 绿的你看 已经生存 现在不需要为了生存而斗了嘛 他们现在为了要利益的 要分利益的 所以以前的战友都会变敌人 所以你看 我就想到 苏贞昌跟谢昌廷 我为了要争那个 台喔 台成这样 所以现在呢 所以说 你现在看 绿的里面 因为 我在想 蔡英文 显然好像没办法去把这些三头 能够全部摸头嘛 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快 人家 人家已经在分 分总统府要到台南 立法院要到台中 哪边要到哪边 已经在分那个部 总统府部位 而且这些地方 诸侯现在好像很难管 而且这个诸侯 各个认为自己赴先有功 是 沒錯喔 而且 他们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西半边 所有的县市 绿绿的营 毕竟 台北市还算是一个首都 世界各国 再怎么样 就算你不承认 台湾是个国家 但他也知道说 台北的政经中心 是在台北市 台湾的政经中心 在台北市 那你把總統府或行政院或是什麼 拉到中南部真的是有點奇怪 所以你個人是反對的 我個人當然是反對 他們要拉這些不過就是希望有點資源到他那邊去而已 然後認為說自己好像有政績 這個有點...我跟你講這個 就是乞丐當家了以後 有時候真的就是會亂七八糟 就覺得好像什麼都是自己的 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這有一點就是格局太小了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在討論說總統府要簽到哪裡 或是要把行政院弄到哪邊去 現在最重要的剛才就是主持人 突出幾個向陽出來的其中一個就是台灣的經濟 你知道嗎這個才是現在大家 這也是國民黨會失敗的原因 大家普遍覺得自認為說自己會覺得說自己的生活過得不好 那年輕人覺得說我才剛出社會 結果領的薪水是陳彥博以前二十年前剛出社會領的薪水是一樣的 大家當然會不爽啊 對不對那你民進黨現在知道執政了以後 最需要解決的 最該解決的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經濟的問題 對 那個什麼簽到哪裡去 根本無聊 之為末節的 這是無聊 所以說 拿不出一些像樣的 對 的一些 未來的前景規劃 他們就來 拿不出東西 嘴巴也要吐出點象牙對不對 然後乾脆來簽總統府 對啊 無聊嘛 前總統府這種事情 因為你看美國 華盛頓 對不對 這個 DC 那 你看 英國倫敦 你不可能說把什麼東西都簽到 簽到 南邊去 對 你很多的政經東西好像法國就是巴黎嘛 你一定很多的國家 日本就東京 因為這有歷史淵源 是啊 那你怎麼可能說把這些行政中心把它瓜分的變成這樣子 台灣就已經很小了 當然 你不能說 因為很小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可以 我們可以 有高鐵 可以很快的來來去去 可是那個 不對 那個味道完全走位了 如果今天你看 也不要說 說太遠 就說中共好了 今天如果呢 中國的這個北京 他不管是人民大會堂 可能簽到深圳 然後 把那個什麼 經濟部什麼東西 簽到來上海 對對對 這樣子會搞 中國 中國還像中國嗎 對啊 不是中國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些諸侯 但是你看喔 這些諸侯 為什麼要講出這些話 其實你會想出他們的心裡面 我告訴你齁 這個在幹什麼你知道嗎 在瓜分什麼 不是在瓜分 現在還沒有分 現在還沒有分 現在在叫 在叫 叫告訴你小鷹 我是會叫的人 我福全有功 會吵的小孩 我有人 有糖吃 我有人 我有兵嘛 我有錢糧 對 現在就是在叫 叫什麼呢 叫什麼叫呢 小鷹要多注意我一下 多注意我一下 拉到中央去的意思嗎 現在我跟妳講嘛 現在就是開始在鬥了 在搶院長 先搶 這些諸侯先搶院長的位置 對不對 應該是先搶 對不對 現在能搶的就是院長的位置 在搶他們 院長位置搶 在搶部長 搶他們主席 這個總統當選人的 這個關愛的眼神 阿關愛的眼神 為了什麼 那就是名位嘛 就是名位啊 是不是 那所以你覺得 現在誰搶的最兇 而且他最有實力 這個搶的最兇 好我們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再來聽聽 陳彥博來分析 好今天晚上 你的軍要受要要 陳彥博在我們現場 彥博你好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 來那剛剛那個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要進廣告了 不是故意要來 來不關 來耍你 不要把我 小看我這種跑龍套的 跑龍套 拉抬你節目的收聽率 就只有我 來 你這樣講 你得罪了我們另外的4個來賓 好 來 來鬥我 剛剛問了那個問題 你看的話,他們在裡面在鬥,綠的在鬥,在搶位置,卡位 那誰的事? 要分兩個部分,第一個是行政院長這個部分 行政院長畢竟是總統任命的 然後這個要等總統上台的以後 上台之前大概都有一些端倪出來,然後上台的以後才能任命 所以這個到上台這段時間 其實都還有一段的時間可以醞釀 以目前為止來看的話 這個行政院院長這一塊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首長們我覺得都有越越意識 我剛才講到城局就是一個條件的人選之一 但是這個畢竟是在小英的心裡面 他應該有一個默許白 我覺得大勞的部分 比如說蘇嘉全跟謝長廷應該就奧子了 蘇嘉全會奧子喔? 不是蘇嘉全啦,那個蘇貞昌 蘇貞昌跟謝長廷 應該已經明細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兩個大會都做過了 那你擺A就會得罪B,擺B就會得罪A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政院長還是會有關長 那你的意思是說他們兩個人已經過氣了 對,所以我是看好林權 林權 我是覺得看好林權 第一個,忠誠度夠 對民進黨的忠誠度夠 那林權的專業上面來講的話 因為過去都有他的表現 另外一個他對 財經背景 對這個蔡英文這幾年來的不離不棄 並沒有因為他選輸了 或並沒有因為他說他沒什麼位置 那林權就不理他 怎麼樣 林權這一塊 未來來講我覺得是一個黑馬人選之一 然後你這樣找林權出來的話 因為他的專業性夠 過去對民進黨的忠誠度又夠 所以他推出來的話 這個黨內的這個反對的聲讓就會稍微小一點 但是能不能鎮壓住這些諸侯 那這個能不能挑選組成一個比較漂亮的團隊 這要看林權的個人的能力跟魅力 那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這個立法院議長 立法院議長這個已經快要出來了 這個快要就任了 快要出來了 所以這一塊來講的話 目前為止來講 我剛才有提到 蘇家權應該是小新比較喜歡的人選子 那在調和頂奈跟這些立法院的盤和 或是說這個高伯來講的話 這個陳明文算是一流的 那至於這個柯種招 柯建民 因為他熟悉立法院各項的運作 除了民的運作 這個運作包括Undertable的運作 然後協商這個運作 然後跟行政院之間的這種配合 行政院之間的配合 柯總召柯建民 他在這個立法院還是有他的一定的地位 所以我看另外一個就是像蘇智芬 像這種比較黨內的這個比較資深的這些立法委員 他也擔任過地方的首長 會不會因為他是女性的角色 而在這個擺不平的情況之下 或是說在副院長的這個職位 這個位置上面來講的話 會不會竄出來 我也覺得值得擺盛 另外我請教 因為在這次的副總統人選 也是跌破大家眼鏡 他突然找了一個像申進 然後感覺上是學者很清新的這樣子 所以未來他會不會也是用這種方式 因為什麼大家在吵嘛 豬頭在爭嘛 來都不要爭 我呢我心裡面老娘心裡面 我的主義的女兒就是某某人 這樣子結果一跳 他跟政治人物 就有可能啊 擺不平的時候 就跟你講 擺不平的時候 就忽然有一個大家跌破眼鏡的人 當時誰知道他會找成績 對啊 那你覺得他這個 他有可能會找到誰 有可能 所以我勸大家 勸民進黨的朋友 不要爭 你現在真的太兇的話 到最後很可能就是被別人拿走了 好非常感謝你們全部到我們現場 謝謝 哇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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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